今集我的嘉賓是冰姐 鍾麗地小姐 你好 鬼怪 其實很喜歡拍戲 我當我是冰姐 冰姐 其實我約你做訪問 我覺得你很會哄人 是嗎 因為我說 冰姐可不可以和你做個訪問 你又說 其實老實說 興趣不大 不過因為你就是鬼怪 氣泰 我當時挺開心 我說真的 你不覺得我是假的 是真的 是嗎 是的 因為做訪問很累 你知道嗎 但我覺得你更加… 尤其是做心理訪問 你知道嗎 因為心理訪問勾起你很多 有故事 有回憶 你知道嗎 你做完之後你怕被孤走 我前塵往事 從頭回頭想花刺 心冤又又來了 是 有時候很累 你知道嗎 另外還有一件事 其實今天我們拍攝的地方 就是冰姐的家 因為我懶得外出 對 我沿途來的時候 我想更加認識你 我就看你的網絡 其中一篇 你就說 自從決定和江湖 保持距離之後 除非打牌 或者吃飯 上過 你才會外出 我想說江湖 你是厭倦了 再出了毛毛衛衛的聚會 還是因為有些不好的經歷 所以一刀切 我想我的個案比較奇怪 其實有一段時間 我由大約… 我很早期 我差不多在香港 孫苑欣欣之後 我是第二名港者開公安公司 很早期 我在ATV 好像是八七八八年 我就開了公安公司 很早期那班 所以如是者 我差不多做了十多年公關 如果你知道做公關的生涯是怎樣的 就明白為何我開始很厭倦應酬 做公關其實是去PR 去PR就是應酬 你不去應酬嗎 基本上你一來好 就很難找到客人 就算是你有客人 很多客人 你也是要去應酬 為甚麼呢 因為你要商討 而且要去… 起碼要接觸社會發生甚麼事 你才能量度 你才能量度 跟他想到怎樣可以… 又要跟傳媒保持關係 我記得當時十多年 我每次都會應酬 有時每次都會有兩三個 很累 最初是喜歡的 我想你做PR這行 一定是你性格很外向 喜歡跟別人接觸 表達能力也挺強 八卦 喜歡聽新聞 其實你也享受 但到了今上 尤其當我有10元之後 我就覺得人家瘋了 整天想回家 所以我其實在沙士那一年 我便收拾了一間公司 我便不做 當時我便跟自己說 舊女人很累 而且你知道 我們有少許名銜的女人 她應酬 你也要收拾一個樣子 那些人說 哇 這是港姐 這麼欲酸 你又要化妝 又要梳頭 又要穿衫 又要穿高身鞋 其實很累 那條尺尺骨也開始痛 因為穿高身鞋 穿太多年了 所以我便跟自己說 我夠了 而且我覺得 十幾年這樣 穿花胡蝶 應酬法 救命 夠了 我就想陪女兒成長 其實我在沙士那一年 就決定不做事 其實是那個原因 開始我跟自己說 覺得很累 不會 不想再跟陌生的人 又要由頭大家聊天 又或者其實大家沒甚麼要說 又要強行弄一些話題 我想 尤其是現在我來到人生的階段 我基本上很想誠實 跟別人相處 也不想說假話 而且 我差不多是十年前跟自己說 我一輩子不再說謊 因為為甚麼 自從十年前我發覺 說了謊 我不記得之後 我就要說了一個說話 一個謊 然後要說第二個謊 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是不斷地掌握 撒謊 很累 我覺得不想 阿彌姐說 開公關公司 其實工作上是辛苦的 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 有時候真的會說謊 其實那時候你是很樂於 在那個環境 好像蝴蝶飛來飛去 還是真的大了之後 才覺得不想說謊 當你人在江湖的時候 其實你是否很… 說就說 那些不是傷人的大話 而是說你真的很漂亮 在這裡真的很漂亮 那時候是否完全看不到這件事 不是 坦白說 當時做到 我都不知道為何亂說 即是已經說 哎呀 你今天很漂亮 其實只是順口說而已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可能我做戲就可以了 那些人覺得我挺誠懇 但怎樣說 其實我一開始做的時候 我其實因為有一個客人 我才開公關公司 我相信當初做這一行的時候 也是這樣 因為那時候不流行的 剛剛那段時間就是 很多地產 地產展覽 很多品牌開始 就是搞球 搞表演 那時候沒有人做 其實我一開始做公關的時候 就是一找有客人在手 就叫我去做 我打算反正都是做 不如開公司來做 再做後發覺 原來都很容易做 即是不難 而且可能在娛樂圈 浸淫了這麼多年 有些人脈 覺得也挺好玩 而且當時是賺到錢的 就覺得 那好吧 那挺開心的 做生意 一開始做生意 就有盈利了 那麼就繼續做 真的做到五、六年之後 覺得累 做到這麼一刻就覺得 這個是不是我想 這個究竟是一個 你會問自己 由時開始 譬如是賺到一些錢 但其實過程 我是否真的很開心 一開始是 因為新鮮 未試過 是賺到錢 但做到五、六、七年 就覺得 這個可能不是一個事業 就是這樣 年紀又成熟了 又想追求另一些東西 其實我覺得冰姐是 有冰雪聰明 也是一個才女 畫畫又厲害 寫文章又厲害 那你 繼續賺 不要停 美國回來 雙倍級 你是讀工商管理 是嗎 還有 全… 經濟和全理 全理 然後你回到香港去選美 我經常在討論 就是其實讀書的人 選美 在男士心目中 覺得有時候有些東西 好像很不平衡 因為選美始終是靠你的樣子 未必能夠看到內在的才華 但你讀書有時候 也有些人看不起選美活動 那時候為何會選美 又是很好笑的 我去選美是因為我不認識別人 沒有朋友 真的 我十四歲離開的 我十四歲和我家移民去美國 去紐約 讀書 但因為我自己本身是 我婆婆長大 我婆婆沒有跟我們移民 她就住在香港 其實我提早一年畢業 我讀了三年半就畢業了 所以我是二月到香港 因為當時我婆婆想跟我們一起過美國住 因為我提了畢業 我爸爸就獎了我一張機票 然後回香港 我七年沒有回來香港 回到後就讓我婆婆搞手續 你知道很多事情要搞的 因為老人家 我沒有朋友 離開七年不認識別人 一天坐在家裡 就看著電視播出一首主題曲 他肯定叫人 想見識這個世界 我經常看著鏡子 覺得自己真是天生泥質 說真的 我從小覺得自己很漂亮 你知道我走一條街 見到水淌 我也要照照鏡子 真的 覺得自己這麼漂亮 應該被人欣賞 我就覺得是 你又沒有事要做 我婆婆 又沒有工作 就見識一下 最好是甚麼 我又不認識別人 輸了又不醜 就去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我就去報名 在這個選民過程 有沒有一些東西改變 你或是真的大開眼界 大開眼界 因為現在是三十年前的事 三十年前跟現在的女生 一個二十歲的女生分別很大 當年的資訊不發展 沒有電腦 手機也沒有 所以我們其實是很天真的 比較很純的 而且全部都是很小圈子 你在學校 你就見到學校的人 老師 或者是朋友 回到香港沒有朋友 更加沒有人 你去到選美 你突然覺得 在五湖四海 甚麼人都有 你是不期望自己會見到這麼多人 而且你突然給很多機會給你 我們又學跳舞 又儀態 又周圍見品牌 又試衣服 又上個舞台 你突然覺得很五光十色 而且甚麼人都見到 其實我也是好玩的 而且我很慶幸參加了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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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格